欢迎来到GoMarkets美日财经新闻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股票基金 也不是大宗商品和外汇 而是一款流动性极高的产品 那就是美国债券 如果你还搞不清楚美国加息降息与债券价格的关系 如果你也想知道美债抄底的投资机会如何参与 那么在今天的本期视频当中 你将会找到答案 那么国债就是国家找你借钱 并且承诺支付给你利息 到期了以后把本金还给你 美国国债被公认为是相当安全的一种固定收益资产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短期内 美国是不太可能失去它的世界霸主地位的 因此美国发行的债券的有效性 是具备强有力的后盾的 通常来说除了美元现金以外 世界各国的国家政府全世界的投资机构 还有一些高净值的个人 他们都会把美债作为一种安全性非常高的投资 尤其是当有危机爆发的时候 大量的资金更加会涌入到美国的国债里面 和美元现金相比 那么美债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持有美债 你也不需要像保管美元现金那样去找一个保险库 那么你又可以获得跟美元现金一样的安全效应 那么同时还可以支付利息 那么听到这里不禁有人就会有一个疑问了 既然美国的国债那么安全 怎么前段时间SVB银行都是因为大量的抛售美债 而造成的巨额亏损呢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一定要了解国债的价格变化与市场利率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知道国债发行以后承诺的利息 或者是说它承诺给你的票面利率 以及到期支付给你的本金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但是对于美国债券来说 不管是5年10年还是20年的债券 你都可以拿着这张债券 去二级市场进行一个交易 所以说你持有国债的最终收益 除了你已经拿到的利息 还有可能有你在到期前去二级市场交易 这个国债交易价格带来的收入或者是损失 而美债的交易价格正是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的 美国加息市场的利率就会越高 美元的利息就会越高 这个时候美债的价格就会越低 反过来美国的利息越低 那么国债的价格就会越高 这就是债券价格与市场利率 互相关的重要概念 那么我们怎么来更好的理解呢 我们将会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为大家做出解释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暂时忽略金融机构的风险等级造成的息差 假如我现在有100美金想做一个保守的投资 那么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我可以把这100美元直接存进银行里面 第二个呢就是购买美国国债 如果我把这100美元存进银行里面 而市场当时的利率是10%的话 那么一年以后我会得到本金100美元 其次呢我还会收到100美元的10% 也就是利息10美元 那么加起来呢就是110美元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如果他要去发行一个国债的 他肯定要把这个利率跟我们现在市场利率去匹配 对不对 那么这样才能达到你买这个国债 跟你去银行存这个钱是一样的效应 此时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就会用市场的利率 来作为这个票息利率 也就是10% 一年以后美国加息了 假设呢10%的利率直接加到了20%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你去银行存钱 一年以后你可以拿到的是20美金的利息 加上100的本金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投资者 手上又有之前那张债券 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肯定会想办法把我手上的这张10%票面利率的美债去变现 然后呢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 因为现在银行的利息可是更高的哟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去二级市场交易的话 显然我手上的这张债券 它的吸引力已经远远不如之前了 所以呢我必须以一个折扣的价格去把这张美元债券出售 就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如果我这个时候想要去交易我的这张100美元面值的美债 那么我大概需要打的折扣是以84美元去出售 那就是100除以1加当时的市场率也就是20% 那么折下来就是说当时我100美元买来的这个美债 我现在要以83美元卖出去 这样呢接手你这个美债的投资者 他才能在一年以后获得跟现在他去银行存钱类似的利息 也就是2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美债的利率与价格是负相关的 回到我们SVB事件上看事情就变得很好理解了 在美国利息低的时候也就是美联储他没有加息之前 这些机构呢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美联储不停的加息不停的加息 这些美债的二级市场价格呢 他就不停的变低不停的变低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些银行可以持有这些五年十年期的美债到期 其实并不会发生任何亏损的 他会获得本金也会获得这当中的利息 但是呢一旦当存款人不停的来取款 并且发生挤兑事件的时候 那么SVB为了流动性只能被迫把他手上这些债券呢 以骨折价大量的去抛售 那么使得呢原本账面的亏损呢直接得到确认 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 重点来了 听了那么多我们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啊 美国的国债呢是基本不可能违约或者倒闭的 99.9%是安全的 第二个呢美债呢是与利息负相关的 美元的利息越低呢 美债的二级市场价格就越高 反之亦然 聪明的投资者可能已经想到了 没错啊 我们可以反硅谷银行之道而行之 如果我们在美元利息高的时候呢 在二级市场买入美债 然后呢我们就等着美国降息 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国债一个比较高的票面利息 还可以获得美债价格不断上涨而带来的收益 我们都知道啊 在未来的半年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以后啊 美联储的加息呢终将会迎来一个终点 那那个时候的美元利息会不会开始下降呢 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话 那么美债的投资机会就非常的明确了 那么我们GoldMarket现在正为您提供美国欧洲英国以及日本债券期货产品 没有隔夜仓息而且呢也没有手续费 在到期日之前去进行交易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的借贷费用的 最少的成交单位呢是0.1标准合约 也就是十份100美元原始面值 大概等于1000美元价格的国债 您可以在您的MT5账户中找到Bound国债类产品进行交易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 by bwd6